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我先给大家讲一点白化佛法 昨天我们的法师问到师父关于五柱地烦恼的问题 其实烦恼就是迷惑了 我们说凡是我们之所以众生三界九地生死的烦恼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只要你在三界当中 在九地当中你就会有烦恼 比方说这个欲爱驻地了 涉爱驻地了 有爱驻地了 无名驻地了 还有见一处驻地了 这种迷惑会让你产生烦恼 那么欲爱驻地 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个欲望 这个爱 会产生人的贪嗔痴慢疑 这个色爱 指的色界的这种迷惑 自己的染拙 自己的染拙 那么爱驻地 成为无色爱驻地 实际上就是无色界的死祸 那么无名驻地指的是 每一个人 这个痴心 这个心 有时候 这个心体没有会名 会就是智慧的会 没有会名 就是烦恼 就是不能够明白很多的 这个真正的一个佛理 这个世界的那个真地 那么唯一的呢 这个五个呢 就有一个呢 是见一处驻地 可能大家都不清楚 这个烦恼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建筑地了 一切建筑地了 就是 建就是我们看到了三界的建货 这种迷惑 因为这些迷惑了 非常容易断掉 那么建一处驻地 也就是说 你虽然在三界当中 有很多的迷惑 但是这些迷惑 只要你能够见到真地 你一时可以顿时断绝 一时顿断 马上就可以 这个去除 这是暂时性的 这个迷惑 所以呢 叫 借一处驻地 那么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总是有个 有头有尾啊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 这个 私祸 其实呢 讲句心里话呢 一个人呢 只要到世界上来啊 你 你不管怎么样 你总归会有迷惑的 迷惑 那么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你 这个 五柱地的烦恼啊 它是随着你的这个 这个 十二因缘呢 产生 就是在你生活当中 当你成长当中 你都会受到这些所阻碍 啊 所阻碍 我们人呢 一到人间 就开始进入迷惑 啊 迷惑 能够修好了 那么 就去除烦恼 啊 迷惑修不好 就开始 颠倒 梦想 啊 所以真正的 这个 能够消除 这些 是最主要靠的是什么 最主要靠的 还是 我们要 使大家要离开 啊 离开 你知道有烦恼 你才能离开 你不知道烦恼 你怎么离得开呢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 傻傻的以为 啊 在人间 啊 我能够 怎么样 怎么样 实际上 你实际上 就在迷惑当中 转来转去 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已经在水中了 你不会游泳 你说 我再游一会儿 可能 它就有空气了 再游一会儿 可能我就可以游出 下面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找到一个 洞口 可以出去了 啊 这个非也了 啊 因为人的迷惑呢 是长久的 啊 因为人呢 在这个 这个缘起啊 缘落当中啊 啊 一直在迷惑当中 所以真正人家说 学佛的人能够 啊 能够这个 怎么样能够 让自己啊 啊 这个 这个 在自己的 在自己的一生当中 在十二因缘当中啊 这个 要有十个观 十个观 啊 观 啊 观呢 就是要看 啊 首先呢 要看很多 啊 观无所有 观生灭 喜父 观因缘 生灭 观三口之际 那等等这些观啊 都是你要看到 啊 因为你无名 你才会行 对不对啊 所以昨天 啊 我们有法师 啊 这个 这有问到 是不是 关于无名 行事 它是不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啊 当然了 无名之后 你就会做错事情 行为上 那么行为上的做错 其实就是 意识当中的 种子 已经受到污染了 意识当中 种子受到污染之后呢 名色 啊 名色 名色 其实就是心事了 心理的意识了 那叫名事了 然后呢 六路 就是进入你的 这个 六路 就是进入你的 眼耳鼻舌生意了 啊 然后六处 啊 就是接触 啊 受了 爱了 娶了 然后有了 生了 老死了 其实呢 十二因缘 讲到最后 十二是一个老死 对不对啊 第一个 他也没说生啊 那生他放在十一个 啊 生他觉得这是 一个缘分 一个自然的东西 为什么第一个 十二因缘 第一个叫什么呢 啊 这个叫无名 实际上这个无名 他并不是说 人间拥有 他是在啊 这个 各种啊 各种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的 这个修为啊 学佛当中啊 啊 在我们人的一生啊 啊 还没生出来之前 你就无名了 你投胎之前 你已经无名了 因为人有 啊 上辈子的嘛 所以十二因缘呢 他是讲的 这个教义啊 他是讲的 啊 这个 刹那之间的 啊 你想想看 人有时候 对一件事物的认识 是不是刹那之间理解 刹那之间就不理解了 我们是不是经常 有时候对一件事情 哎呀 明白了 哎呀 我想痛了 一会儿哇 又哭了 又发神经了 那这就是刹那之间 这就是你对十二因缘 还在这个这个这个 因缘 呃 在观因缘生灭当中 还没有啊 还没有明白啊 这个这个这个生灭的 真正的原理 所以你是无名原行者 啊 所以很多人呢 很多人一辈子啊 观过去都观不过来 观现在未来都观不过来 所以人家说观寿也是苦 啊 啊 观寿苦 很多人想到过去啊 就会哭了 难道不叫苦吗 对不对啊 啊 因为你想想一件事情 想到最后你心里会有感受的 这个时候不是你肉体的感受 是你心里的感受 你当然就烦恼了 对不对啊 啊 啊 观三道不断 啊 然后观现在过去未来 对不对啊 又要观了 观三苦聚集了 啊 什么呢 嗯 苦啊 醋啊 瘦啊 它都是观来的 啊 所以人很苦 可以要知道这些东西之后 你会慢慢的解脱 好了 听众朋友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只能到这里给大家结束了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